阿们,阿们,大家都很好,虽然我看不到你的口不表情,不过你的眼神感受到 我们现在呢,目前正处于一个七步正道系列 在座的,有谁知道呢?我们从耶稣第一周开始 我们正道系列,这七步正道系列呢,主题是属灵这个灵命复兴 这个复兴就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的,我们每一天的这个祷告会议呢 是每一个复兴,就是我们每天都寻求这个,在主的面前寻求复兴 今天呢,是在会场,是14天的会场,现场祷告会的最后一期 我们之前呢,是每一天傍晚的14天一年,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复兴祷告会 从明天开始呢,我们恢复线上的祷告会 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视讯这个视讯的ID的话呢 你可以像我们的在展会有询问 我们就只需要这半小时的时间,八点到八点半的时间 你可以,有时候我在,我很迟 所以呢,我在吃饭的时候呢,一边吃饭一边 这个,出席这个祷告会 有时候他们看到,我是在这个,小房中心吃饭 我在车里,我不开车的时候,我也参加这个祷告会 这是可以的,请大家积极的出席 你会得到复兴这个就是我们教会所要的 我们要神的心,神的火焰 神的烈火在我们心中燃烧 为这个神呢,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 这关系的不是一般的仪式 而是我们的心中对神,对永活的神进行服侍 Amen 我们请大家每天晚上都参加 我们到目前为止呢,有几个主题 第一个呢,是这个摩西特,这是相遇的火焰 第二是李多伯卧师所宣讲的神话语的火焰 后来一个交通的火焰 这是在一个早餐 耶稣基督在通过早餐教的一个教导 后来那个我们那个皮特勒 这个弟兄给我们讲的敬拜的火焰 再接下来是上个星期 这个杨越南牧师捷径的火焰 今天我的主题是火焰的挑战 我看到的很多种火焰 每一个众的道会 我感觉像人呢 灵的文身上不同 这个圣经上呢,不同方面的火焰 是属灵复兴,灵命复兴的一个火焰 神经与每个信徒呢,一个火焰挑战 当我们通过这个挑战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奖赏 那这个奖赏呢 这个挑战不是让我们弃免,让我们磋商 而是要激励我们得到这个奖赏 我们有谁是受奖赏所激励的,举手 就几个咯 我相信可能你们说有点害羞 不好意思举手 那如果我现在,如果我现在给这个奖赏的话 你一定会举手,那我们有谁会到这种超级市场购物呢? 很多吧 那我们有谁知道,就是他们 比如说,你可以赢一部汽车,一个里兰 你可以填上很多个人的资料,名字,地址等等 然后投入一个箱子里面 这是一个信任抽奖 你可能会赢得一部轿车 或者是一个里兰,谁参加举手 就是几个嘛 那我要怎么做 就是,我说好,我填写这个表格 那到最后呢,其实呢,什么的没有赢到 有谁赢过呢? 那在柜台那里呢,在柜台那里 我那个收音员会说 啊,这位女士,你买多两块钱 达到她30块钱的这个指定消费 就有一个参加呱呱赢 那就,就买多了一些,我买多了一些东西 结果呢,回家呱呱赢,什么的没赢到 那当时我们是非常得到 所以我经历的要去参加这个抽奖这个活动 那有谁说,比如说有个促销人员 他说,免费奶,多两块 这个奶可以得到这个免费的盘子 或者是免费的容器 有谁会呢?就是,好好好,当下就立刻再买多两瓶牛奶 然后呢,就得到了这个免费的盘子 免费的容器,有谁吗? 就只有我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么做 他们可以给不同颜色的盘子 红味的盘子,就很像一个系列 那这样呢,都在我的家里的棍子里面呢 一个都没有拿出来用 要结在那里 那可是,当时是为了奖赏而受激励的 得到一个奖励而受激励 那我小时候呢,我也是非常的受激励 说要去赢得这个奖杯 我是一个运动员,你不要看着我啊 我曾经是一个运动员 我做后排的朋友 他可能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是学校的运动员 我觉得当时是小学 你知道吗?我是比赛什么你知道吗? 我比赛跳远 我也能跳高 难以想象吧 我能可以,我可以像的跳高 我可以跑这个四百五届历赛 我好像得了第三名 我一般都不会跑最后的 我这个非常的强壮 到目前我还是很强壮 我可以跟我的先生呢 这个摔脚 我不会输他了 我也,这个铁饼我也很厉害 我的标枪也很厉害 这些,轻球我都很厉害 所以呢,我会参加很多比赛 我每一年呢,我都有一个 这个战略说想要赢得三个奖杯 我在学校有这样的一个奖杯 那每年呢,我至少要赢得三个 我去参加很多活动 那每年都会得到三个奖杯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受这个激励 因为这个奖赏 我很高兴 我这个非常期许说能够上到这个台上呢 领取奖杯 然后跟我的校长握手 蔡亮校长 我跟他问他说,哦,恭喜你 然后把这个奖杯给我就非常高兴 我会兴高采烈的回家 举这个奖杯 告诉我的妈妈 爸爸妈妈说,妈妈妈妈 今天有三个奖杯 我非常期待 从妈妈,从爸爸那里呢 一个肯定的这个表情 有谁像我这样呢,是的,每个小孩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时呢,我受到这方面的这个激励 我把所有奖杯呢,这个成立在我家的橱柜上 我这个,这个橱啊,都是我的奖杯 所以我四年一开始呢 我就每年都赢得三个奖杯 每年都三个奖杯在那里成立着 这就提醒我,这是辉煌的一年 我这个辉煌的这个生活 我非常的期待 我非常受激励,受奖赏而激励 就是在这个比赛最后得到奖励 同样的在圣经里面呢,也是这么提到 就是呢,我们都是受奖赏而受激励 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这样的 神置入在我们的精英里头呢 就像我们要受奖赏所激励 我们不要太谦虚说,我这个不要 不是的,我们就是受到激励 激励,神的奖赏作为一个激励 所以当我们接下这个挑战的时候 我们要克服挑战,得到奖赏的时候 我们感到这个成就感非常的强 是的,所以神让我们呢 受奖赏而激励 这个奖赏而激励 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个人物 他叫雅各 我们在《创世纪》二十九章 我们在《创世纪》二十九章里面有提到 他这个,他非常的受到激励 为他的叫一个叔叔 叫拉班的一个舅舅 叔叔 他说他很想,他为了这个很想 娶着他的女儿 而跟他的这个不义的叔叔呢,工作 这七年的时间,感觉就像七天 因为呢,他呢,非常这个激励 非常受这个激励 要去取拉结为期 他这个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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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结果呢,他是 她是这个取了他的利亚 就是拉结的姐姐 那在 后来呢,这个理由给他的是呢 他当时那个年这个文化呢 他不能娶妹妹 他必须先娶姐姐 所以呢,拉班跟他说 就这样吧 你再给我做,做七年的工作 我就让你去 妹妹拉结 好吧好吧 雅各就说 我就给你再做七年的工 好 好,让这个他能够 把这个拉结许配给他 所以呢,他在这方面呢 受到非常强大的激励 那在使徒 保罗他也是呢 非常受激励,服侍神的 我们现在看一下 大菲利比书三章十三十四节 弟兄啊 我不认为自己已经得章了 但是我讲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争取前面的 将这目标 劫力追求 忘得到那在耶稣基督里 神志高召唤的奖赏 这就是 他在天上的一个奖赏 等着他的 他说非常期待 能够得到这个奖赏 所以我现在呢 非常非常的努力 我奋力的向前 这个努力的去 这个 往这个目标去追求 就是基督 耶稣基督 会照我去做的 就好像呢 我说 我就好像 我以前得到奖杯的时候 这样的感觉 他就是受此 这个天上的这个奖赏呢 而受激励 所以呢 他非常的努力 而成为了最伟大的使徒 那么耶稣他也是受了奖赏而激励的 他 我们来看一下西伯来书12章 专一注释 耶稣就是那位新鲜的创造者和完成者 他因为要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忍受了十字架 轻看了羞辱 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那耶稣他也是受这个喜乐而受激励的 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是多么的剧烈 可是呢 他所 他眼里所看的是这个更长远的 就是痛苦被前方那个喜乐的仇报 喜乐的奖赏 他希望能够就是能够说拯救这个灵魂 他为了我们因此呢 他为了尚也实在讲 他的这个奖赏呢 是他所接受的奖赏呢 是能够拯救更多的灵魂 即便耶稣也受到激励 因为这伟大的奖赏 保罗也是受到很大的激励 他有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也是比赛的一个比喻 所以戈林多书 戈林多前书9章24、25节 你们不知道吗 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 虽然各个都在跑 但冠军只有一个 同样的你们也要努力奔跑 好获得奖赏 要好好地跑 不是随便的 就像我当年放学过后呢 就努力地去这个训练 25节 参加比赛的选手要接受严格的训练 以求赢得桂冠 但这桂冠终被朽坏 这个桂冠 以前那桂冠是挂在头上的一个圈 它是用叶子 是叶子制成的 是会凋谢的 可是这一写到 我们要赢得的 却是永不朽坏的桂冠 永不朽坏的桂冠 当你要参加比赛 而要赢得比赛 我们追求的就是桂冠 我们不能随便来 我们必须努力地进行 去训练 像一个运动这样 也付出我们做得最好 现在我要来到我们的这个经文的重点 我们来到哥伦 我们看一下哥伦多前说三章 十至二十三节 我照着上帝赐给我的恩典 好像一位 这是保罗在讲话了 好像一位有智慧的建筑师 打稳了根基 他现在使用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是建筑师 我们继续讲 然后让其他的工人在上面建造 也就是说他不是他一个人在建造这个教会 不过呢 教会是 他的建筑是教会 不过他所提到就是也有其他人贡献 都参与这个教会的建筑 这一写到 但每个人建造的时候要小心 就是不要随便 不要随便去做 现在 因为除了那已经奠定的根基耶稣基督以外 没有人能立根基 其实凭着这个神的恩典呢 这个根基已经立了 所以呢 他说这是唯一的根基 跟我们的成长一样 这个根基 我们的根基 我们的根基 是耶稣基督 我们现在往下看 人们用金 银 宝石 草 这有提到的这种材质 金 银 宝石 草 木 火 河 街 都是建造的材质 在这根基上建造 十三节 每个人的工程将来都会显明出来 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日后呢 都会显现出来 因为就在哪一天到时 这那一天是什么呢 这个 这一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呢 因为到了这一天 发生了什么事呢 因为到了审判的日子 并用火试验 个人工程的品质 我们继续看 人 那人在这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就是他有经过一个火的试验 然后进了其考验 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他经过这个火焰 而能够通过这个火焰呢 他会怎么样呢 十四节 通道他必获得奖赏 接着说 人的工程若被烧毁 他必遭受损失 自己虽然可以得 却像火里逃生一样 这个损失呢 这个损失呢 就是没有获得奖赏 不过呢 你还是能够得救的 就是你 奖赏跟你的这个得救呢 是没相互相关的 虽然 虽然 并不是因为你 努力而得救 你是凭着神的恩典 而得救的 可是呢 可是呢 也会因此呢 而遭到这个损失呢 是不会得到奖赏 我们现在再接着看 这个启示录 看来我被快来赏赐在我 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所以无论你做什么 你为你服侍神 他会 你都会这个 经过这个火焰的挑战 而你通过的话呢 你就得到大大的奖赏 重点是 我们为我们的牧师祷告 教师 我们的组长 区长祷告 因为他们 他们是神的话的领导 他们在教导我们 他们的话呢 是金银和宝石 是神的这个珍宝 他们我们 就祈求他们会给予我们良好的品质 我们需要你为我们的 为我们祷告 我们在律师祷堂的工程 会通过火焰的挑战 那这话呢 也是我们所有的信徒 即便你不是信徒 这也适用 因为你的时间 你的才能 你的这个珍宝 都会这个通过 都要经过这个火的挑战 我们祈祷 我们会通过这个火焰的挑战 而我知道 我们律师祷会有的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很爱主 我们都要服侍主 全心全意的服侍主 对吗 我们可慕爱主 我知道我们每一个都要为主尽心尽力的侍奉 为的不是我们自己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就不会通过这个火焰的挑战 我们是为了耶稣 持久的能够通过这个火焰的挑战 我们在地上所做的都必须要通过上天的这个挑战 所以我们要像这个运动精这样 这样努力的去训练 提及的训练 就像保罗所说的 因为这个号角会响起 这个号角响起的时候 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所活的每一天都必须要侍奉神 爱神 认识神 我们说阿门 阿门 这就是整个火焰挑战所说的重点 我要谈的 我从这个神学上再延伸一下 我今天说这个主题 圣赏得宣讲的我这个正道多年 八年的这个宣赏 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知道它是圣经意义非常强大 那这一天 刚才所说的这个日子是什么日子呢 我们下来看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三节 每个人的工程都会显明出来 因为到了审判日的日子 这日子 审判的日子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看 那保罗他写的时候呢 是分散着整个经文里面 我们现在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都必须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 使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 那这个日子就是审判日 那这个日子就是审判日 在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是审判日 是基督的审判台 我们有听过的这个基督的审判台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概念 那我解释一下 这个审判台是什么呢 在希腊文 这个叫审判日子 审判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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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获得奖杯的 你赢得比赛上台去领奖 是这样的一个画面 所以基督这个审判台 不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拿着一个审判 不是说你是收取还是不收取 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真正的意思 在希腊文呢 它就是一个平台 你要踏上 步上这个台阶上这个平台 这是一个荣耀的平台 让你上台去得奖的 跳远跳 搞什么运动都好 是这样的同样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审判台 基督审判台 只是用于我们基督徒 这个不是一个白色的这个宝座 或是非信徒 我们所通过的是一个基督的审判台 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呢 这个地方呢 是判决了我们在天上所得的奖赏 那你通过这个火焰的挑战呢 你是金银或者是草木 这是基督的审判台 最终你会得到一个奖赏 这会几时发生呢 有人或许会问 那我从不同的经文总结呢 一定会是在教会突然被离世的时候 以后耶稣基督二度降临之前而进行 而这个基督的审判台 贴起来呢 有点悬疑 不过呢 他不是说好像说他这个基督在这个法庭审判 我们不是的 而是一个 你们不想要说 就是因为奥利匹克运渡会 你没有免得 不是的 而是呢 你赢 你这个通过了这个火焰的挑战 这场合是我们欢庆的场合 我们欢庆我们在人间所做的一切 而基督奖赏我们 为我们准备了我们的奖赏 而赏赐给予我们 就是我们领受这个规划 就是说 好 你做得好 我们的Emigiel做得好 我们站在这个币马座 我们币马座就是领受主基于我们的荣耀 你是否得到几例呢 现在想要说为主做事呢 那我们在进行这个 就好像我以前去比赛的时候 哇 我们跑这个阶赛 哇 这个训练非常的齐利 可是当我们站在这个平台上呢 这就是我们的奖赏 而我记得每一个圣堂的会友 都得到这样的一个激励之心 去为耶稣基督去奔跑 去参加这个赛城 因为您会得到奖赏 同样的话我们刚喊Amen 我要说清楚 就是我们谈的不是救赎的工程 我们现在看以弗所书2章89节 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 借着信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节 这不是出于自己 而是神所赐的 我们要提亮这一点 这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那这个碑玛宝座 是你的奖赏 不是你的救赎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我们回 请答应我是 我谈的不是你 为你的救恩 而去努力工作 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代价 你无法去努力去做这个的 我们之前没有办法得救 只有耶稣基督 拯救了我们 是我们的羔羊 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 我们纯粹靠着神的恩典 而得救的 我们不能说 我们奴役 也得救 不是的 我们要做到最好 为了是 神给我们的奖赏 就是佩玛宝座 Amen 听得懂吗 我需要大家答应我 那我们在想这个奖赏是什么呢 我们都会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呢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从主那里获得什么奖赏 在天上 就像我们超级市场 我们需要做这个 这哪个才会得到奖赏 或者脚车 或者里兰等等 我们更 这个奖赏是更具荣耀的 第一是冠冕 那冠冕呢 象征的社会象征荣耀 这是永恒的 不是临时善食性的 那学者呢 谈到有没有学者 对这个观念有很多的定义 那有些呢 他们有些观念的定义 是给烈士而做的 不是的 那若是永恒会有 而外的这个观念 我现在谈的是三个 主要我们可以得到的观念 第一是公益的观念 我们看提摩泰说 提摩泰后书四章八节 从此 有公益的冠冕 为我预备 按公益审判的主 会在 他来里面 大夜天 把他赐给我 不但会赐给我 也会赐给所有 爱慕他显现的人 就是我们每一位人 我们可慕 耶稣地的人 都会得到 这个公益的冠冕 第二 生爱的冠冕 启示录二章十节 你不要害怕 就要遭受的苦难 魔鬼 要把你们 当中的一些人 下街里 试炼你们 你们必遭受 十天的迫害 但你要至死忠心 我必赐你生命的冠冕 就是生命的冠冕 神会给予我们 那有些 这些概念 我们要上去才知道的 对我们来说 对我们来说 这样的一个字幕上 就足以了 我们现在 最后是荣耀的冠冕 这个你想像 这个冠冕 上面有这个 金银珠宝点缀着 我们现在看 彼得后书五章四节 等到大墓掌显现的时候 大墓掌就是耶稣基督 你们必得到 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那这些冠冕 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们呢 我们怎么做呢 可是在启示里我提到 就是有二十 二十四个语者呢 他们会这个 献这个冠冕 可是当我们 当我们说到领受这个冠冕的时候 我们会在耶稣的脚下呢 或许到我们领受的时候 我们会说 感谢耶稣 或者 这是神给予我们 给予我们的 就好像一首歌 你配得一切 白天或晚上 这样一个歌词里面提到 这个来自启示录 就是长老呢 会把这个冠冕呢 放在羔羊面前 这将会是我们 取得冠冕的时候 会做的 下一点呢 天上的产业 彼得前书一章四节 可以承受 那不朽坏 没有污点 不会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 因为这个产业呢 将不会朽坏 没有污点 不会衰残 这是永存的 我们天赋 至于我们的 我知道 这是一个产业 我们的产业 对吗 主的产业 给予我们 第三点 第三个奖赏是 统治列国的权柄 我们看 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 至于那得胜 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人 我必赐给他 统治列国的权柄 你知道吗 我们会跟神 一起统治列国 神会让你成为审判官 成为领袖 列国的领袖 这就是我们将会 从神领得的 奖赏 会怎么样赐予我们呢 我不知道 不过呢 这是我们的奖赏 天上的奖赏 现在快快地 给大家分享 在天上必得奖赏的三道方法 有谁想知道 一个三个 在我们人间 必得奖赏的三道方法 我的真道非常实际 在 尤塞尔法 第二 就是赢得灵魂 格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 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 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 又把确认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了我们 只为我们与他和我们 我们与他们的一起 我们与他们 行动中 没错 而我们与他要求 我们与他们 整个人 也非常愿意 所以 we need to keep up 我们的父亲 这就是我要如何投入我的时间去做 不单是我之前所做的 而是我的奖赏是我的家人跟我一起 这非常美好 我的家人跟我在一起 我们要赢得人 赢得灵魂在这方面投入我们时间 今年这次的这个季家娘娘 今年来月新年我们跟家人亲人在一起 我们只准许跟亲人这个拜年 我们跟他们一起 我们要赢得人 但他们一起跟我们赏天堂 这是非常美好的奖赏 这一产业会是什么 是灵魂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启示 灵魂 神会激励你灵魂 那我们在这个人间八九十年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高声喊阿们 是的 我们 这是我们要做的 第二点 就是监管神赐予我们的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 这个罗马书 十二章六字八节 有提到监管神赐予我们的属灵恩赐 这是在我们的基因里面有的 里面提的是什么 服事 我们要照所得的恩典各有不同的恩赐 然后第七节说 服事的要中心服事 教导的要专一教导 劝勉的要承心 劝勉施舍 我们再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至九节 是 这里呢 这个就是呢 我们得到这个恩赐的这些 财能 这是哥林多书提到的 神能圣灵赐 这人信息 那人医病的恩赐 使这人能行神经 使那人能做先知讲道 使这人能辨识 这个朱灵 使那人能说方言 翻译方言的 这个就是 问题是我们想如何使用这些恩赐 来服事神呢 好让我们通过神的挑战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 如果你是一个教师 你是否有教学呢 如果你认为你是先知 你这个预言是几时呢 如果你能够给予恩典 你几时给予恩典呢 你能够放线 你最后就放线 是几时 那也就是可能说 牧师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 你不知道的话 可以试试看 在美国上 你有很多机会 去尝试 付出 服事 那如果你不会唱歌 你五音不全 那这个可能不是 你的恩赐 那你就做别的 可能你 你跟人 联系很好 你可以 很好的联系 可以做我们的联系员 你能够做什么呢 你还问 后卫主做什么呢 那我们的乐手 我需要这个 第二个乐手 这个 这个谈定的时候 需要有鼓手 三秒 他在医院工作 他有时候 职业班 没有办法来 那如果我们有更多鼓手的话 那多好 三个星期我们要鼓手 这个星期我们要鼓手 整个气氛就不一样 因为鼓手是整个 鸭鸭的骨干 那如果我们有这个音乐的基本培训 我们可以训练你 让你在这边做得更好 祈以神荣耀 我们还更多需要更多翻译 我们现在呢 背后呢 我们后台里 我们有网络翻译 我们有这个音效 这个事工 我们有不同 我们都需要 有人负责这个音响 我们需要这个儿童事工 你喜欢小孩吗 你喜欢小孩的话 最适合你 我们需要人教导孩子 我们需要很多事工 各个方面都需要事工 那神经理的恩赐 你要如何去利用他们 那你今天可以跟我们的牧师 谈一下 你这个我们谈一下 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有这个祷告事 你可以赠道前 有这个祷告前 这个赠道前的敬拜祷告会 那如果 如果呢 觉得你会唱歌 或一环乐器的话 那可以跟Elsang谈 我们需要这个守望 守望者 我们需要守望者 因为我们每个星期 都有出访客 出访客来到了过后 我们需要有这个守望者 跟他们保持联系 那这些恩赐能力 如何去利用呢 所以第一是赢得灵魂 第二是利用这些恩赐 第三呢就是呢 我们谈的是监管你的财富 你无论你在这个人间所站在的 然后献给天国的都是 那 马太福音六章十九二十节 没有为自己在世上 积攒财宝 世上有虫子要会生锈 又有贼闯进来偷 你们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 天上没有虫子要没有生锈 也没有贼闯进来偷 所以我们要奉献于主 归纳给神 监管 你把这个监管呢 监管了这个交于主 我要强调的 十一奉献呢 并不是这个给予神的王国 而是归纳于神 这是百分之十 神呢 是在测试你的这个信心 那如果你没有 你不做十一奉献 其实是掠夺神的 这是马拉基书三章八节所提到 不是我说的 那如果你不做十一奉献的话呢 你是在掠夺神了 他就不会祝福你 祝福保守你所有的 在当时呢 这个农作呢 都要得到保护 能够传下去 这样的一个传统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呢 神会保守你的 这个所拥有的 那当我们做出十一奉献的时候呢 神会确保呢 你这个付出的百分之十 这个百分之九十 剩下来是 是丰盛足够的 那虽然当你所现在所给予的 给神的王国的事 这个十一奉献过后的余额 来做出你的奉献 比如说我们的宣教 越建堂基金 这使用呢 可以用于我们的 这个本地的宣教 我们能我们或者是以后 我们这个边境 这个没有再封锁过后呢 我们可以出国的话呢 可以做这个海外的宣教活动 我们我希望 我们希望借这个宣教基金呢 来在新加坡本地里 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 我们相信呢 神会计约我们产业 现在呢 目前的地方呢 是租赁的 我们相信神会计约 我们自己的产业 这是我们中长期的计划 不是立刻当下的计划 因为呢 购买产业需要时间 我们每一个月都在存钱 那如果 那我们可以 做这个奉献呢 可以作为宣教 或者是作为建堂基金 那如果你没有进行 十一奉献呢 请做出十一奉献 就是为了你自己 也让你的这个财富呢 得到神的保护 保守跟祝福 所以这些都是 你可以做的 也得到上天的奖赏 我们要小心积极的去做 就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 要尽最好的这个能力去做 为神做基约 献出我们的最好的 让我们赢得这个胜利者 耶稣基督 奖赏我们的笔马座 好 我们现在请敬拜团队上台来唱 这